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個馬米早晨 和大家又見面 馬不停看不停在錄影 在這裡出片給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看回早餐頭場賽事 記住跑11場馬 好運1月1 當然要跑2個1 11場 B加2跑到全草地 終於沒有泥地 不用怕 其實也沒有怕 有些爆冷場合 有時候你捉到他也挺好分 刀陵紅星那些 贏過有什麼人相信 有些馬贏過的路程 多看一些瞬間看獨贏 你就知道為什麼 賣一下自己的廣告 還沒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右手邊有一顆四星龍珠 按下去 除了今天明天可以看到馬米早晨之外 還可以收到其他賽馬資訊 亦都可以下載堅制賽馬APP 想要Discount的 都可以找我 可以WhatsApp我 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有這個折扣優惠 好了馬上事不宜遲 帶大家來看看 頭場賽事怎樣分析 我四選 原來有鬼上身 我那些馬都很好 標形奧漢 鬼上身什麼呢 自己看看 泥地千八 輸得完 不要緊的 因為這場千八 騎師已經建議連馬師跑回短一點 那就跑回650 1650 為什麼要抱 上次季初前四之外 其實再早期一點 你會見到巴道騎這隻馬 在四班都輸給贏九個馬威的金春一號 當時是夜黎 這麼熟口面 剛剛有夜黎 有沒有五班切1650 當然有 又是鬼上身的 為什麼 因為蘇偉賢說要搏一隻標棋飛 我都貼了 結果 貼了當然是跑不到 五班1650 其實可以報這場 蘇偉賢當然是可以報一隻標棋飛 現在大家知道為什麼我可以做中心 有時好戲在後頭 前面那隻不行 不代表後面那隻都不行 標形奧漢 巴道連曾經上過冷門名的華美福星 那次騎過這隻 不騎堅有料 果然是有料 37倍包的大冷皮 都不要了 他說我覺得這隻四班 我都差點贏 輸給金春一號沒辦法 騎回這隻 有機會的 幸運飛彈 最近當然是不好 直路失地 又流後跑 都是不行的 但是問題就是 檢查過沒有問題 那就已經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你說 1800可以不可以 那你有時要想 他一路 雖然是跑1600 比較表現好些 但是幸運飛彈 如果你翻查到三甲 他除了谷草1650 可以贏馬之外 其實他一再上名 而練馬斯特登再報多次沙田 我相信不是減分機會大的 因為之前不是有兩場1650沙田 但是他都不報 你就知道他是立心安排路程跑這場 你說評分是不是都已經減夠了 也都這次改了配備 帶回面孤 希望這隻馬走勢再集中些 曾情跑 長遠來說 對這些比較慢腳的馬 是有好處的 至於會展達人 更加不用擔憂了 快步速那次 只有他不斷 只有堅有料和金剛復星 堅有料有什麼實力 不是因為我代言這個APP 而是大家都知道 他一再上名 證明他五班不差 以此做把尺 其實金剛復星是受惠的步速 而他是虧了步速那隻 所以還要走外諜 再出 就可以只是輸給輕盛的無限驚喜 無限驚喜還在同場 兩隻都要了 不過外檔那隻 通常比較好分 還有這隻馬 都擺明居馬 會展達人 所以不需要擔心 這次一樣會有一個相同的形勢 無限驚喜是貼欄那隻 B加2貼欄是不是特別好 我不敢說 不過 兩隻都屬於有些實力的馬 跑1800 氣量上會展達人 會來得比較實在些 因為你會看到 這隻馬 其實以前 你看他的三甲 其實除了1600米之外 好似死路程 只是跑1600 而練馬師有過這樣的安排 跑1800 他一定是知道這隻馬 跑場會更加好 反而無限驚喜 你看回那個三甲 雖然他都贏過1800 但是那次快步速贏馬 會令到這隻馬相對偏熱 尤其是他漂亮當 加了磅 那個形勢又不一樣 他殺那間柔這麼短時間 118磅 加到現在132 講多久 都是一個多月的事 他一時之間 腳好也好 他未必消化得完 當然容天鵬這陣 馬防守風順 你要回都OK 兩隻放頭馬都要兼顧 其實很容易知道 如果到時臨場4號的飛送很硬 楊明倫都 又或者十三檔都敢下飛 那你就知道什麼事了 如果兩隻都不下飛 是標形奧漢鬼上身下飛 那你就知道為什麼標記飛會輸 所以有時都要看臨場大手升跌 堅制APP就可以幫到你了 他是全港最快 馬會有時開完電算機才跳出 這個倍率出來 這裡你可以跟得及 所以你下載了堅制APP 一定幫到你 頭兩場是免費的 大家下載 Android也好 Apple Store也好 Live有我 今次1月1日神秘嘉賓 都是女主持 大家都見過 看看大家認不認得 好少出場 好了 接著我們先去廣告 支持這個頻道 記得訂閱 右下角有顆四星龍珠 按下去就可以訂閱 廣告回來看30秒 按下7924 這些馬不同顏色 自己在這裡按 按顆心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再講一下藍色這些邊線馬 好了 講一下這些邊線馬 有5號、10號、8號這些 賞心星其實之前跑2200都追得好 而你看回三甲 沒錯 他也是一度跑谷草 但起碼他氣量上應付到長路程 縮回來優勢怎樣都會大過同場其他馬 而只要的情況B加2 雖然常常都是內蘭會放快了一個彎順 但是這些馬有步速 一樣追到上來 要好看24 這些放得快不快 我大抵上相信他不是沒什麼能力的 而是莫雷拉之前騎得比較好 他都不借 用了陳嘉喜減榜再加回 好像對馬來這些大馬就沒那麼好 衝出再縮程 究竟行不行呢 都是屬於鼓鼓下而賠得偏熱 位置Q你可以扔上去 或者他贏面是有的 不過都不是很大 至於劍聶峰上次氣管有血仙大敗 你可以抹掉他的 但是他贏過一波 賣步速放回來 已經是最佳路程1800米 當時120磅 其實可以贏條頸 美活人生應該是可以反先他的 但是大家都要留意 這些有傷患底的馬 做邊線腳去實冷 14檔怎麼會熱 但是問題就是 你要猜他的康復程度有多高 始終這個馬房比較下風 你不買也沒什麼吃虧 至於另外一匹華美福星 巴道氣騎還是莫雷拉搶騎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這隻馬 千八已經一再在谷草田草證明過 給大家看 我畫了它 以為它不騎堅有料是真的 原來這隻冷門 沒有賽積的 都可以憑快步速 再前走回到進來 但是留意兩次入三甲 都是因為有個好檔位 幫到這隻馬 菊草田草都是有好處的 一排的二檔 再出呢 縮下去 千六米 反而走三疊 都是走千八左右 因為你走外疊 但是十檔呢 它又沒什麼看的 擺前走那隻無限驚喜 當然是回來了 但是它又不夠前速 千六米對它來說太快了 那些馬 那所以 念那斯亞 高東里 再想想 都是補回千八好一點 找得莫來拉 又不會減分的 可以放心 去到三十六分 這些評分身低 就算要揹個偏重磅 我覺得都沒什麼吃虧的 華美福星這些馬 雖然氣量未養成 但是會容易入三甲 不要因為莫來拉 剛剛泥地失威 你就不要人 衝出憎情 是對的 那至於後面這隻白露盛勢 上次都跟大家說的 貼了給大家 就跟大家說 喂 慢步速那場有響其成 那旺旺補區呢 雖然也是一些機會馬 但是有響其成呢 這隻馬 始終臨場的大手升跌比較強些 那你會知道白露盛勢 就算放得很漂亮 都是僅僅贏到 輸到頭 但是兩隻呢 都是蝕了少少快步速 那這次外檔沒什麼好處 因為呢 前面有兩隻頂著它 有這個會展達人 無限驚喜 那會展達人會在 這隻白露盛勢外面的 就視乎大家 哪個前速好些 但是通常 計馬呢 中間放頭那隻 就最吃虧的 白露盛勢 所以作為一隻 最厚的邊線腳 因為它 161650得著 1800 放就放到的 但是會容易立腳 所以就不選它 那如果你說前面三隻放快了 後面還有些我沒有選的馬 那廣告回來呢 繼續跟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不要金剛複星 還沒選擇 不是畫了它 那 那在說金剛複星這隻馬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呢 它要快步速才能追上來 你看到堅有了那場也是 那當時呢 放快步速呢 就賺了形勢 那堅有了也是 所以就贏了 那當時放頭快放的 除了有會展達人之外呢 還有一隻阿里哈哈 那前面無限驚喜 都是屬於快放型的馬來的 那無限驚喜都還在 所以它都有機會再遇到一次這樣的形勢 但是呢 這隻真的要 即是你要猜是快步速才可以 還有追上去的馬 不是只有它一隻的 這些長期會熱的馬呢 不過這件事最近又幫張燈結彩 阿塞贏多一場呢 可能又會偏熱 直播率上 五班阿塞的馬呢 是屬於偏低的 那剛剛又有一隻不行啦 五班那就是那些什麼 精算列炎那隻 你想想 又是那些六七倍的馬呢 它不得多個得的 是會有時會贏的 但是你看看 你追了幾次首飾傳奇 你就知道 最後退了亦都還未贏 那直播率偏低 你就讓它入三甲 如果你買Mabel Win那些 其實二重彩都不用預算它走頭 美活人生呢 也是屬於 就是可以之前表現得好 但是最近狀態會有些回落的馬匹 那跑千八啊 千六啊都OK的 但是呢 明顯要大師傅騎的 當時重磅 何濟、姚田、泰安 都騎得好的 換梁家俊其實都OK的 但是四歲這些馬呢 我自己覺得 它還要一些時間進步 在這個分數上 背重磅就未必那麼好處 尤其是呢 就是它沒有什麼前速的 可能內蘭呢 怕一正常步速 有些困濕 B加2很容易塞馬一塊 入籍路 早拿出來就有些好處 川挪晉區呢 這隻馬呢 我就一般的看好了 一直都沒有什麼表現 但是它沒有跑過 你看同情呢 其實它沒有跑過 那你又不可以說它不行 就好像電子寶貝那樣 不要亂畫了馬 它會冷的 但是呢 試了一閘 沒有東西看是正常 不要因為它輸得軟 畫了它 因為它短途 不可以 長途 現在跑千八 所以它有機會會得 看看馬雅最近手風轉順 幫不幫蘇寶羅呢 拿到一些頭馬 至於正義區呢 曾經都給我做過跟進馬的 這隻馬 如果大家呢 看過很久之前 在堅仔這個位 你滾回去 年半前呢 波見市那場 我已經有講過 做了筆記了 祖飛呢 有買到不少的 那當時呢 已經是姚本輝馬房 入個漂亮檔 所以有人買 1400米 但是1800米呢 我就不是這麼看好了 而且這隻馬呢 落到二十分淘汰邊緣 不得多個得的 那所以呢 這些馬 最近都一直沒有表現 還要前一次氣管有血呢 我猜它復原的速度呢 都不是太高的 休息了 休息了兩個月 都沒有什麼起色的話 家程千八不會突然間變得的 那回展達人還在 那嘛 所以就沒有選到的 那最後 奇妙飛羊那些 就一直都是差不多包尾的了 那什麼路程 都試過了 不過呢 就沒有試過增程跑千八 那爆有機會爆這些的 那但是呢 通常短都不行呢 你見到它沒段時間慢 就追不到上來 那你家程不會快了的 那不斷 當然會慢了 我當一樣 一樣都是追不到的 23秒7 不是這樣可以贏到的 那就是你當那些 置中擺前的馬 那是不行的 至於榮華王昌 曾經也有很多人經常問 這隻馬 我都不太明白 那是去年表現好 但是大家要留意就是 6、7月那些馬 水準是特別低 草皮光頭 也都會容易些 跑得快地 不是因為它快時間跑得前 那大家要記得 所以這些水準低的賽事 你看那些維善罪 諾輝煌巨星 那些都不是聰明馬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那這些馬 通常只剩16分 我當它不行 都可以 用王進蝕分少些 看看阿丁 救馬救得多少 我自己覺得這些 就不是好像轉倉馬那一種 那它通常都是淘汰開都繼續淘汰 你選低分馬 成功機率不是沒有 都有電子寶貝那些 雖然是很冷的 但是牆場都有幾隻這些 你都買了嗎 所以都不行 所以這次就介紹頭場 記住12點半就開跑 早點開著建制APP 和訂閱這個頻道 到時我和Sika可以一起 Kaka可以和新年 和大家開個好運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馬迷早晨 晚點還有其他節目片段 希望為大家繼續送上 祝各位繼續贏多些 拜拜